小麦布新做的寻宝花生 还能摸到里面的东西 就是看不清啊 都买了吧 老板 买单 你这些要五十块 如果再买三个菜狗盲盒 还能再送你一个粉色寻宝花生 那它里面有什么啊 它可是有机会拆到宝石花生的哦 好吧 那菜狗盲盒我也要了 给你粉色花生 这里面真能找到宝石花生嘛 赶紧回去看看 从小麦布回来了 咱们现在开菜狗盲盒的 看能看到什么菜狗啊 第一个 猪猪盒 看来是哪一个 猪猪盒 绿色的 目前还看不出来 哇 卡得好紧啊 出来了 哇 这也太可爱了吧 看这粉猪的小舌头 再偏向这个表情 太闻了 咦 这个狗狗的耳朵有点长哎 它太笔了 它趴了这个好像是个青菜 哦 是这一块 青菜太笔酱 不错不错 下一个 看又跳哪一个啊 来咯 看来吧 又是绿色的 这是哪一个啊 这也光吐吐的 这吃的什么呀 真的吃这么圆啊 它还仰着头在啊 这个没有在菜心里 尾巴上都找了那青菜 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不然还是最后一盒了 这个我们不知道会引擎盘呢 看下这个能不能开到啊 看来 可以是哪一盘呢 看来啊 又是绿色的 这是哪一个啊 哇 这个好看啊 我之前就想吃到这一款 看它的小绳 太萌了 咦 这爬的牌子啊 怎么这么蓬松啊 好像那个羊王啊 这是什么菜啊 哦 不是 这个是花菜 这是花菜的叶子 这是花菜 它是趴在花菜里面的 哎呀 这边是花菜俊介军 接下来看什么花生的 老板说 还是机会找到独色花生哦 看来先看哪一个啊 一共用三个棕色的 另外一个粉色的 我两个也太棕色了吧 这花生做得还挺逼真的 好软 嗯 可以拉这么长 看到底有没有饱充花生啊 来吧 吃 怎么没空的东西啊 这里面也没了 不会是空的吧 找一找啊 哦 找到了个东西 好小呀 哇 金色的 这啥呀 哎呀 是个花生耶 这上面还真的有炸石 哇 这上面找到一个金花生啊 看来找到宝石花生有希望呢 下一个 给你了 看看啊 不紧 看 哎 我还看到了 这不像宝石花生啊 这好像也是个花生 还有粉色的 还有没有 没了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花生啊 这还有一个花生命已经包出来了 如果这个花生看来还挺饱满的 下一个给你了 直接拍 哦 可以看到了 好像是个棕色的 呃 这不像花生啊 是啥呀 为什么 没了 哦 远是个小松鼠 这花生里怎么还有小松鼠啊 我对蛮可爱的 现在就是你一个粉色的花生啊 能不能找个宝石花生 就看它的了 这个粉色花生看来还蛮漂亮的 嗯 它是一些一样的好耶 我怎么感觉这个时候会重一些 不管了 简简看看吧 能不能找到宝石花生的 看看啊 呦 喂 看到了 是不是 有希望呢 这面还是金色的 喂 宝石花生真的被我找到了 看来有三颗不能演它的宝石 这旁边还有一些钻石 表皮也有 尝尝 鞋